Hello,大家好,我是阿莎。最近說太多娛樂八卦了,不如換一換話題吧。 因為已經過了立春的新丑年,所以我想在YouTube頻道更多樣化。 這條影片會介紹最近在網上瘋傳的一位印度神童阿南德這位尖聲師。 他的語言最近在網上瘋傳,印度神童阿南德14歲已經取得碩士學位,精通六種語言。 他身於2006年,父親是一位軟件工程師,媽媽是一位時裝設計師。 他的父母曾經在加拿大回流回印度。 阿南德7歲學習繁語,8歲每日起床之後都會背中印度教經博家繁歌四節經文, 在10歲開始接觸學習占星術。 14歲的阿南德已經獲得草藥微生物學,就是亞浴費陀微生物學研究新的文憑。 阿南德現正在攻讀印度尖聲學院的博士學位,專業研究金融尖聲學。 阿浴費陀微生物學同樣有五個元素是建構我們的身體的。 就是土的元素是建構你的骨落、堅實和力量是來自土的元素。 水的元素就是肌肉和肌肉的運動。火的元素就是神經系統。 風的元素就是四肢和身體的運動。內部的器官和運作的新陳代謝。 擴張或壓抑都是來自風的元素。 空的元素就是代表你的心意、慾望、憤怒、佔有、迷戀和恐懼等情緒。 為何它那麼厲害呢?就是因為它在2019年8月預言在2019年11月將會有大災難的爆發。 即是現在的新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 病毒蔓延全世界全球緊張局勢加劇,正應驗了它的預言非常準確。 之前的新聞大家都有聽過,早在幾天前,它預言2021年2月10日將會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 在這一日會出現綠星聯珠,就是太陽、月亮、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將會連成一線。 在這一日經濟可能會出現全面崩潰。 阿南德更強調,與溫逸相比,饑荒和經濟是更嚴重的災難。 它呼籲政府或相關人員作出準備。 就這一切,阿南德認為上天對人有一種嚴重的警示, 如果不改革,饑荒和戰爭或更大的災禍會摧毀人類。 2月10日很近來現在幾天的時間,究竟會否觸發全球金融海嘯,到時就拭目以待。 除了對他的預言感到興趣,其實我對他本人或他所用的預測工具更加感到興趣。 原來他運用了印度尖星術,Jotish Astrology,又稱為廢陀尖星術,Vidic Astrology, 是一種發源於古印度的尖星術系統。 他曾經透過這種尖星術正確預測了黃金和白銀的價格升跌, 以及其他股市經濟、病毒流行等等這些活動。 阿南德主要是根據火星將與土星和木星相合, 而月亮和行星拉湖互相結合。 在印度尖星術足,拉湖是九大主要星體之日, 被描述引起日蝕的影子實體,是流星之王。 他所說,在2月10日,六星連珠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現象, 因為在尖星術中,火星、土星和木星被認為是最強大的行星, 因為它們位於太陽系的外圈,因此當它們全部對齊時, 在地球產生了很大的力量。 而在廢陀尖星術個人研究方面,主要是強調個人命運中的事態, 比如研究個人的名譽、運氣和財富, 而只有5%提及個性和心理。 在印度古代尖星術的起源,大約是公元前五千年, 這與西方的尖星術有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西方的尖星術主要是星座,分析每一個星座的性格和心理。 印度的尖星學的特色是基於廢陀文化, 隱陷著凡我不宜的哲學思想和神思的觀念, 其實與我們中國的天人合一是很相似的。 它們亦能夠預測事件,論斷時事為其精髓, 採用這個行星王道。 它有個分工圖,就是輔助判斷命主健康、財富、 父母、婚姻等人生的時項。 即是等於我們中國的紫微斗數, 有侄欺公、財伯公、福德公、父母公和夫妻公等。 恒星的組合就是論斷命主先天格局。 大運系統就是預測命主在人生各個階段, 即是等於我們用八字去起盤, 知道這個人一生的雲勢起落。 早期的天文觀察或許會有些粗疏,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變得越來越精密, 甚至乎會引導到電腦的軟件, 配合天文學。 所想上述這些活動是能夠經過這個力表編制的方法, 令它更加精確。 這種發展歷程是涉及到很多星象徵兆、 氣候、地震、洪水、災變等等這些占星的語言。 印度的占星學是分門別類的,以利區分。 在印度學的占星學分為三大類和六大分支。 哪三大類呢?第一就是Ganita, 就是天文學和占星學的計算。 例如天文學、天文觀察的紀錄、 行星位置的計算, 順行、逆行、停留、 或者被太陽先行或者後行, 這個星體的顏色和大小, 行星位置所有的天文活動, 尤其是與占星學有關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叫做Samhitta, 就是本集。 一盞的觀察,包括徵兆、氣象、農作物、 果年是否有豐收、 地震、洪水、大量人口的財富變化、 經濟循環、房屋建築、流星、 所有自然現象都屬於第二種Samhitta。 第三個大分類就叫做Hola, Hola就是針對用事的時刻, 地點製作的天公圖Horoscope, 包括本命Jataka, 札日和卜卦。 剛才我說過印度占星學分為三大類六大分支, 其實這六大分支是從三大類出來的, 六大分支有什麼呢? 第一就是Gola, 就是球面的天文學, 它是直接觀察天文現象的紀錄, 第二就是Ganitta, Ganitta就是天文學和占星學的計算, 第三就是Jataka, 就是本命占星學, 第四就是Prasna, 就是卜卦占星學, 這個是不需要本命的天公圖內容的, 而可以問每件事的解答。 第五就是Mohitta, Mohitta就是選擇吉祥的天象時刻, 從事活動等於我們的摘日, 第六就是Nimita, 就是徵兆的解釋, 如果我們用中國的語言去表達, 就是等於我們的梅花翼數, 觸機,觸個靈機去解釋一些視像。 在應用方面, 也可以配合六大學科, 這個衍生就是世雲的占星學, 譬如主要研究日食、 行星匯合、 新月等天體的現象, 以及他們發生時間來推出一個國家 以至一個社會會發生的現象。 譬如流年預測Annual Forecast, 用來預測天氣和農作物的收成, 亦視乎行星環跨天空現象來判定來年的吉空。 裡面涉及到本命占星學, 亦是廢陀占星學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以個人出生的一刻和地點來推算個人的命運, 強調這個人出生時的浮星點Legner, 行星的格局以及其上位。 浮星點Legner, 在外國西方的占星術叫上星點, Ascendance, 撇開它的道數不說, 在西方的占星術來說, 就為之星座裏洋人經常說的上星星座。 過運就是主要研究行星環跨先天星圖時, 與之形成的上位和其關係, 來推算某短暫時期的運勢和發生的事情。 時局占星學就是以當事人問的事那一刻起, 出一張星圖, 從而問事情的吉空, 與中國奇門遁甲和大陸人的術數的概念相似。 摘吉占星學也是廢陀占星學其中一個分支, 用來選擇一個良辰吉日, 開張做生意, 簽署合同, 結婚, 見公面試等等。 由於星體在一個選定時間的位置和狀態, 對於個人的活動有重大影響。 所以這個學科基本原則就是, 已開始進行某種活動那一刻, 你去決定行星的浮星點在天空相對應的位置, 他們之間互相牽涉的關係, 從而選定一個良辰吉日。 值得注意的就是, 在印度占星學家, 在之前剛剛講的五個學科之中, 關於這個浮星點和恒星在某一刻的位置來推算命運。 而摘吉占星學不是, 他與其他五個學科不同, 他認為恒星的位置和相應是可以保障一個人的成功, 提供了他們選擇一個吉時的自由。 廢陀占星學由於是源於古印度的學說, 他亦牽涉著很多關於業力和輪迴。 首先他亦包含了兩個基礎原則, 第一就是他們認為擁有永恆不留的靈魂, 在繁文即是古代印度佛教經語的語言之中, 稱之為atmos, 即是英文的autumn。 他們覺得atmos, 組成永恆而神聖的生命是極微細小的火粒, 因此而言他們的靈魂是無法勢去或被騙殺的。 講到這裏, 我又想分享自己的意見, 以前講鬼古直播時, 都已經講過了, 世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由autumn、particle 所構成的一個硬體, 等於我們的身體, 等於我們的 body, 等於一個硬體, 一個 hardware, 等於一部電腦。 這些autumn 帶附著一些微細的粒子, 就組成一個軟體, 軟體即是等於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 soul, 對吧? 但如果人死了的時候, 你的軀殼仍然都在那裏, 慢慢去枯毀的。 但這些軟件, autumn,帶附著一些能量, 離開的軀體時, 它又可以飄浮在空氣之中, 然後再有適合的硬體, 再次進入這個硬體, 等於一隻磁碟, 以及軟體, 即是無影無蹤的, 但它是存在的, 非常有趣。 這一個學習。 在我自己的說法, 就是, 看看你自己寫什麼在這個軟件上, 假設你的軀殼離開了, 即是離開人世, 你死了, 但你的軟件仍然飄浮在這個空氣之中, 看看你前世, 你寫了什麼在你的軟件上。 譬如說, 你看四仔的, 可能你下一世的, 你都是配合你的軟件, 給一個這樣的身體, 可能是麻甩佬, 或者是猥瑣, 我只是打個比例, 說你們會寫什麼下詞碟, 我不是那麼清高, 完全沒有看四仔的, 只是打個比例, 但如果你的軟件, 是吸收平時好的東西, 正的東西, 有養分的東西, 有能量的東西, 你下一世可能分配的硬體給你, 都是一個美好的硬體, 我自己覺得。 另外, 他們都認為, 萬事萬物, 都是遵從這個因果定律, 意思是指, 每一個作用力, 都會產生一個同等的反作用力, 當你將這兩條真理合而為一, 所得到就是業力, 即是說, 做好事, 付出多少好的能量, 又會收起好的結果, 如果你做壞事, 同樣反彈一些壞事, 在廢陀天星學裡面, 當然有講業力, 輪迴這件事, 等於, 如果我自己用回自己的講解法, 就是說, 你自己存多少的善事, 或者存多少的業力, 其實是有一個databank, 有一個數據庫, 問題是, 時間的timing, 什麼時候發生這件事? 廢陀占星術, 還有日月, 金木, 水火, 土, 七粒星的位置, 以及角度, 去預測, 廢陀占星學裡面, 除了有七星, 就是有日月, 金木, 水火, 土, 另外有五相, 就是風火, 水, 土, 氣, 以及十二星座, 好了,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你們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多些, 就留言, 我繼續做多幾集, 講一下印度占星術, 究竟有什麼大事發生呢? 我們拭目以待, 記得留言, 點讚和分享, 謝謝, 拜拜!